9月非常关键的一个月 为什么呢 除了在公布8月份营收 大家都在看电子股的营收起来了吗 市场的人气有机会做聚焦吗 再来包括在这个法人 尤其投信 最近投信买了很多的股票 都聚焦在小新股 当然不乏一些业绩的题材股 所以这个阶段要针对在形态学专家 杜福国老师 帮大家来看一下 法人他们也会看技术面来做营收股吗 是的 我们先这样讲好了 我们在挑到非常多的基本资料以后 然后我们怎么下手呢 那是跟挖矿一样 那我们最简单一个方式 永远跟着市场走 资金会找出通路 基因会做图片 所以我们就变成说 你本身买什么 我们就跟着买 那我在法人圈管超版管了很多年 所以我们就变成说 假如他好 我们就会去选他 所以说当资金去买他的时候 自然技术面呈现往上 底下偷偷买偷偷买 是不是不跌不跌不跌 结果说你家买了 我知道我要买一买 他家也买了 我更要买 接着呢 我们三个人 我们参加了那个法说 本来是大败败 然后接着呢 小的了 那大家买买买之后 接着呢 三家变六家 全部买是不是快了 对 这就是底下老板偷偷叫回补为底部 你买我买慢慢上去了 等到都出去用力买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仅限过于主身段 然后接着涨一段以后 也不知道为什么涨 这开始大家记者就开始写文章了 写了以后再上去 因此跟着钱脚不走 那我们用看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在八月营收 九月营收的时候 我会怎么看 先讲八月九月 包括七月都是一个 应该营收成长 获利成长的一个时候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标准的旋转模式 跟大家讲 我将标准旋转模式 配上技术面 配上风火轮 让我们一般投资朋友都可以用 第一个营收要成长 这不在话下 营收要成长 我们除了看资料以外 你看到它成长 它不见得它会去买 会涨啊 那如果它营收成长 连续三个月 我们才认为说 它的获利会增加 这个法人会开始买 法人不会买营收成长 而买了 因营收成长 预估将来获利会增加 他才会下去买 而营收成长是短线 我们在法人圈的时候 上升公司也会做短线 每个月20号 他干嘛呢 他知道是营收成长 他买一买 财务部的 这是合法的 上去以后 一公布10号 丢掉 所以我们变成说 营收成长 所以说利多出境 或者利多 也都没有出境 假如一党成长好股票 它一直成长吧 它一直来回 这样子多一点做一点 这是合法的 所以它成长 要法人要买 那法人里面分为 活动力强的外资 对 外资有时候是 假户头公司自己 还有法人 那再来呢 技术面看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子 要封火人战法 底下偷偷慢慢回不买 慢慢大家买进 慢慢涨 这是第二阶段 没见头部之前 都往上涨 所以要挑出 第二阶段 第四个 那极短线里面 量价要配合 你有量 就有价才配合 再来第五个 继续报 第六最重要 打星星的是 第六点 你当时气氛要好啊 你大盘如果涨 那股涨的话 就可低阶啊 我们举例 最近台股 礼拜四 是不是开始涨 因为香港 反送中事情结束 因为这段时间里面 我只看的指标 我不是看美国 他是坏蛋 我看的是中国大陆 香港 他们动 我们台湾动 所以当香港股市一涨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上去 接着类股 各位什么类股 PCB 是不是今天在涨的 是 你有类股出来可以 那这里面的药花 等于各位看 我在举例里面就是药花 就说 你大盘指数要涨 接着类股要涨 这时候你就下手买嘛 包括讲5G等等 所以这个我才打猩猩 而不是说 你默默跟匀 大盘烂得要死 你再买就错了 法人买是看价值买 我们买是看价格买 好 我们来举例了 电子的上档空间 我们来看看 各位开始选股了 这个图形知道说 它的空间在上面有限 那这个448 是前次的小头反转的地方 第一个往下划的 蓝色这条是吗 蓝色这条虚线的 448 往下的下跌趋势 接着用趋势线 往上上涨反弹 来到448头部紧线 又反转 在2的地方 是不是开了一个上升的 一个类似屑形的往上 但是我们认为说 上档448以上空间有限 是不是到那边顶住 对 因此我在悬股里面 有三种的 第一个 趴在底下慢慢转强的 我们可以选它安全 第二个 我选第二个 是不是说跌到中途站 往上涨的 第三个挑创新高的 对 那如果量这边不够状况之下 上档有压力 我们的选股选哪个 选一跟三 要就是一是最高的 要就是底下的 只选这两个 中间的反弹我们就不要 因此知道了 按照电子股上档空间 可能有限状况之下 我们挑低低的 以及强强的 这个出来以后 我们来看逻辑了 看一个 营收跟法人成正相关 法人比我们更清楚 我们也有缘一大堆 好 各位请看 友达 我只给大家看一个事实 清楚事实 后面的选股就变简单 若不清楚观念 你还在寻觅就很辛苦了 好 来看 友达的外资 法人一直卖 因为他的获利一直差 所以现行的一路 盘连盘连盘连 因此营收获利差 法人会卖 现行就差 这三个是因果关系 那我们就倒到看结果 只要现行差 法人卖 你就不要看他 下个图形里面 看完了举例 清楚之后 就看哪些我们注意到 下面是资邦 我们只讲一个重点 第二季营收成长41.8% 盈益率11.8% 这个营收是很成长很高的 尤其是比去年同期 整个村的成长趋势 那为什么下面的筹码 外资一直买 一直买一直买 因为他知道他的营收成长趋势 而且他的研究团队 也知道他的获利会上来 因此在这个地方 各位如果看现行 是不是在六五月六月 四月的时候 接着回廊一波到六月 接着往上涨是反映 今年的出货旺季 所以这个是告诉你说 营收成长且获利会增加 则法人研究团队摆为长线 所以他一路买 这个烽火龄的第二阶段 没有看到做头部之前 你就是一路往上 那如何操作呢 这样子 所以我特别讲说 上涨攻击中的第三阶段 要不要买在底下的反弹不做 好 这样看完了 知道这样子悬股逻辑以后 我们就挑出来 法人在这段时间里面 做短线而言的时候怎么做 每一个月前一个月 二十号大家就知道自己营收了嘛 我们前赛 我们在公司法人在买股票 买人量大的时候 当时记得玉龙天天在涨 获利好 我们不是看营收 公司每个月的EPS 都会私下告诉我们 各位资讯不对称之下 你不要认为上升公司 要告诉你买一张的人 他的获利怎么样 我们是盯到每个月获利盯 因为他恐怖平衡 他超过他本益比 那如果他的获利往下营收 你看到营收上去 但获利已经往下 那我们就开始卖了 所以我们这个逻辑里面是 二十号公司已经知道 他的整个的不可能 十号才知道对吧 二十号把账做出来公布嘛 所以我们抓的筹码是 如果二十号开始买进的 代表有短线的攻击力道 所以你早在营收公布之前 二十号之后 上个月的四啦 对所以在二十号之后 法人开始买了什么 你个股有塞出来了吗 塞出来那甚至不光是法人买 因为公司会先买 法人也会预估早就知道 我们就塞出来给看这个表格 好我们来看一下个股好不好 对那我这两个表格里面 我们就说了 跌升反弹不要 我要的是高高攻击的 因为指数空间有限 第二个底下的 第一个族群 先看叙事待发好了 叙事待发里面 各位开始跳到一档 他这应该已经发了吧 康控 哪算发 最近股价也是很强 如果你看到现行 不算什么啦 你看哪叫发 这个叫做107年11月跌到现在 总共下跌了620跌 85.5% 下跌过重因此止跌 因为这种力量是慢慢弱 左前方有一个形态 所以这是比较相对的弱 黑线放大一点看呢 放大看 好那这样来讲 这个走势就没有那么的明朗 代表是飘来飘去 如果用月线你看到叫凄惨 624跌掉85.5%到94 所以这个在叙事待发 你就慢慢叙事嘛 哪天整理完哪天上 看攻击中的 这还是好的 网融 各位你看他现行里面 就整个网融 那今天看看 第一个大盘要往上 这个有机可蹭 最近三跟四是不是好 接着香港事情解决了 我们看这个逐游里面是往上 这代表他的获利的好 我们看里面出现 要滑 滑通 要滑看一下是不是PCB 各位 大家在找5G概念股 不用去找啦 你如果现在电子产品 做不到5G 那你还做3G 4G吗 不可能 各位 这都是强劲在攻 今天讲如此 一个礼拜讲也如此 因为营收成长法人进来 我们看一下滑通 今天这个时候是上礼拜 是第一跟上去 这个是不是代表 一个筹码交换完以后 又一个新的 那怎么操作 这一个平台没有跌破前 筹码安定 相对 你没有跌破 拉回买进 跌破常常可以 你再考虑卖嘛 这都是一个族群在往 如果你配反人筹码 都是在买进 那PEP非常好吗 那你就记得 他是不是刚开始买 我帮各位抓的 就是抓的哪一段时间 我抓20号到现在 然后再来看到 里面的 要华 华通 男子店 刚刚讲的联发科 不在话下 一路上去 这是慢慢上 慢慢上 慢慢上 一路上去的 这里面还包括到 包括到 智邦 刚举例过了 那智邦是一个 就是一步一步稳差 智邦现行跟联发科 最接近 因为一波一波一波 往上上去 包括到我们这个 6257的细格 包括蓝帽等 都是挑这样子 你看都变成这样做 你不做那么强的 你记住 这个选股公式 可以继续发酵 相对的 PEP还涨幅少一点 陆续发酵 联发科慢慢上 智邦慢慢上 用这个模式去挑 挑出来 营收成长 好 今天我看到 这个多老师也 从筹码的筛选 从技术形态来看 哪一些是能够在 强横强包括大家筛选出来 蓄势待发的 这种营收的机会 可以骂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也要继续来掌握咯 还有哪一些 金酒饮食的题材 继续扫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嫣 犬 看